另外一个现场消息来看到的就是洛杉矶市以外的其他学校 尤其是华人最多的盛盖博谷地区 各级学校上课状况是备受华人家长关注 多文新闻的记者孟子文目前正在雅凯迪亚市高中 请他来告诉我们哪里状况 是的 谢谢主播 现在这里就是KD高中的门口 刚才记者也看到有很多学生在上体育课走来走动 因为KD高中并不属于洛杉矶学区的一部分 因此并未受到恐怖威胁 所有学校都始终开放着的 不过就此事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KD市长的看法 其实KD高中最近几年都连续接到过很多次的恐怖威胁 不过警方一一排查之后发现全部都是恶作剧一场 这也让很多KD高中学校的家长表示真的非常无奈 再次收到恐怖威胁这样的信息都觉得很麻木了 不过在全球反恐这个重要时刻 警方们还都是认真对待这些事情 因为学生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以上就是现在我们了解的所有最新情况 现在把镜头召回棚内 最后也提醒民众经过一整天校园的大搜索之后 洛杉矶联合学区刚刚宣布 900多所的学校都是安全的 因此16号星期三将会恢复上课 至于来自国外的大规模电子邮件威胁 也经过联邦调查局的查证之后 确定是一起假炸弹事件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感谢观看